這裡真的是太美了 好不真實喔 我進來 因為剛下過雨喔 這邊感覺超乾淨 剛被洗完一樣 新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Marchu Picchu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讓人 探為觀止的遺跡和建築 這麼多的建築裡 有七個是被列入在這世界上的七大奇景 充滿好奇心和熱愛探索的我們 當然不能錯過拜訪這些奇蹟的機會 我Eric 跟我的好夥伴 Ian 分別去過了李約的基督下 墨西哥的 Chichen Itza 還有中國的萬里長城 剛好我們這次來到秘魯探索 趁 Ian 正在獨自探索秘魯當地特色文化的同時 我當然要趁這個機會 來劃掉在我人生清單上很上面的一個項目 那就是去拜訪秘魯的 Machu Picchu Welcome to Cusco 給大家看這邊的街景 跟大家分享 Cusco這個城市是大家要去 Machu Picchu 飛得到最近的一個城市 這個地方海拔3400公尺 所以通常來的人都會高山陣 建議大家提早來個幾天適應一下 我是今天早上才到的 我剛剛頭超級的雲 手跟臉有點麻麻的 這應該都是高山陣的一些症狀 我的Airbnb很好奇 然後給這個Cocca Leaf Cocaine是用這個植物做的 但是這個沒被體驗過 這是南美洲人幾乎每天每一個人都會喝的 然後我剛剛喝了真的 頭暈的症狀比較少 但是手還是有點麻麻的 我還有吃這個高山陣的藥 我已經吃大概兩天了 來的時候還是有點感覺 所以通常都是建議先提早來個幾天適應一下 Let's go 我要坐一個半小時的巴士到火車站 然後火車要坐大概三個小時 才有辦法到以Marche Beach最近的一個城市 叫Aquaz Caliandes 到Aquaz Caliandes還要再坐巴士 才能到Marche Beach 終於到了 剛剛在坐火車來的路上 才突然領悟 現在要完成一個在我人生靜單上面 很久很久的一個東西 真的就是去看Marche Beach One of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真的很興奮 我等一下去買明天早上要用的公車票 吃個晚餐 明天是早上七點要入園 八點鐘有一個hike 但是我看預報 從凌晨一兩點開始 就會一直下雨 現在要中午 大概四十到六十趴下雨機率 希望天氣預報不準 早點睡了 今晚 現在就是早上大概五點 大雷 就還是出發 希望等一下雨會停 跟民宿老闆借了雨傘 看能不能買到雨衣啊 希望等一下不要下雨啊 幾個小時後 雨終於停啦 好現在要去坐公車 準備去Marche Pichu OMG才早上六點喔 超多人在排隊要坐公車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要進Marche Pichu的園區 還有分時段的 我是七點到八點之間要進去 最早的好像是六點開始吧 建議大家如果想要來Marche Pichu 真的提早買票 因為我這次是大概一個半月前才買的 近兩個月喔 只有今天有票 所以要找一個人去買 上公車囉 終於到了 好不真實喔 我進來了 因為剛下過雨喔 這邊感覺超乾淨 就是剛被洗完一樣 喔 這裡真的是太美了 太美了 昨天一個當地人跟我說 他推薦我先去爬山 爬完以後再好好享受Marche Pichu 因為這個山來回可能三四個小時 後面如果要爬那麼久 就沒有辦法好好享受 所以我們更改一下計畫 先去爬山 然後再回來好好享受Marche Pichu 這個是我等一下要爬的Marche Pichu Mountain 看起來有點高 這個山很陡 要攀升700公尺 這裡大概還要2400公尺 不知道是高山鎮還是怎樣 反正我超喘 要拿相機 至少 Live of a YouTuber The things I do for you guys 這個絕對有比平常爬山還要累 一定是高山鎮的問題 所以回去以後 如果體力不好 我就會說 我在普魯德勒高山鎮 一直沒有好 大家看我這樣 會不會不想爬這座山啊 快到了 是不是頂端 嗨 嗨 我旁邊這位是阿根廷來的Marche Pichu 阿根廷來的Marche Pichu 從阿根廷來的Marche Pichu 很高興認識你 他現在是我的精神支柱 因為一路上的人不多 所以叫我們一起爬 終於到了 嗨,Martin 嗨 祝你 Marche Pichu 三千多公尺 真的是一路斗上 Marche Pichu 我甚至能看到 在那裡 在那裡嗎 給大家看 Marche Pichu 什麼都看不到 OK 在上面等了30分鐘 真的都是一面百搶 然後再不走就沒有時間看這個10里了 Marche Pichu 好可惜 I hate you Pikachu 結果我瞎穿到一半 全部跑掉了 現在看得到Marche Pichu了 從上面看下去好小一個 OK我下來了 給大家看可愛的東西 啊,草泥馬 我沒有在罵人 草泥馬 這個不是我們認知中的草泥馬 它是Alpaca 在南美洲常常看到的有 Alpaca跟Lama Lama是我們亞洲人 喜歡覺得很可愛那種草泥馬 耳朵會比較圓 然後比這個大隻 它的毛會比較膨一點 它這個就是比較精實一點的 想到昨天午餐 我才吃了它的同胞 不值得 我覺得它們用看的就好了 很可愛 So cute 我剛剛說Marche Pichu Pikachu的羹 我以為我是原創 結果前面這個準備更周到 Pikachu Pikachu Marche Pichu 是印加時期1440年左右 為了給貴族一個休養和享受 而建設出來的一個後花園 因為以前的人需要把山涉水 才有辦法到達Marche Pichu 加上這裡的雨量可觀 導致貴族們很少拜訪和善用這個聖地 在被拋棄之後 它獨特和隱匿的位置 也讓它很難被人們發掘 也因此得到了The Lost City of the Incas 的稱號 直到1911年才被美國探險家發現 並向全世界公布這印加失落之城的存在 Marche Pichu古典印加風格的拋光石牆建設 加上它位在隱匿高地所帶來的神秘感 讓它快速變成觀光客來拜訪的聖地 也在2007年被列為新世界七大奇跡之一 很高興這次我終於來到了我一直很想拜訪的Marche Pichu 一路奔波和高山鎮所帶來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們也很期待未來在這世上等著我們的其他奇蹟 我們下次見 大家好我是TheDoodoo Man 如果這是你第一次看我們的影片 然後喜歡這方面的內容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頻道 TheDoodoo Man 嘟嘟人看更多的影片 我們主要是做一些挑戰自我提升跟旅遊的影片 環繞在跳脫舒適圈的精神上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我們一起跳脫舒適圈的話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才不會錯過以後的影片喔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說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